而另外位在马泰安部落的花莲县原住民拓售中心 闲置多年 部落则是希望作为村办或者是活动中心来活化再利用 村长王泽安也特别向县政府澄清反应 县政府表示愿目前暂时作为风雨计划工程办公室之用 等待两年工期结束后再议 花莲县政府位于光复乡的花莲原住民产业拓售中心 完工启用超过20年左右 也历经无数经管单位至今 马泰安部落则希望作为村办或部落活动中心 重新活化再利用 村长王子安也特别向县政府反应部落的需求 建屋主管机关县政府原民处则回应指出 目前暂时作为风雨计划工程临时办公室之用 若部落有实用的需求 可能还要再等两年 因为目前是有的那个承包公司 目前他们尊重那个办公室嘛 是 那么时间也大概在两年的时间 对 123年 那么那是尽快地说最好 那是不是能不能先提波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 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现在正在它就是违在工程为例 里面施工单位要进驻 要进驻 现在刚才周科长的说明是这样的 风雨计划的整个工程也把这个建物围进去 当成我们施工单位的办公厅 光复乡马滩部落风雨计划工程 在历经20年15次流标后 2022年4月终于动土兴建 演绎工程的需求 现在也将邻近的花林原住民脱手中心建筑空间 提供作为施工厂商办公之用 由于整个工期最快要花上两年的时间 县福原命初表示 带风雨计划工程完工后在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